新政院政务委员吴泽成今天表示,台北车站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每天有约46万人进出。 新政院长赖清德指示交通部应加强反恐措施,并应与台北市政府的防灾应变加以结合。 新政院晚间发布新闻稿表示,赖清德主持中央灾害防救汇报,并听取交通部公共事业运输场站之灾害管理。 以台北车站四铁共购为例报告,赖清德表示,台北车站为台铁、高铁、北节与集结四铁共购的运输枢纽,每日进出旅客量极高,灾害防救管理工作极具挑战性。 交通部及台北市政府虽曾共同办理多次联合演练,联合防灾中心也即将发包,但在硬体准备完成前,仍应积极加强防灾应变。 由吴泽成持续督导交通部及相关部会办理。 吴泽成晚间告诉中央设计者赖清德认为,交通部提出的台北车站防灾应变计划之着重火灾或烟水等自然灾害缺乏对于恐攻、爆炸等意外事故的应变措施, 因加强反恐对灾害样态与种类再多去设想模拟如何应变。 吴泽成表示,目前的应变计划也着重在车站内部的防灾措施,但台北车站每天有约46万人进出,随时都有约2、3万人。 在此活动发生灾害时是必要将人群往外疏散,应与台北市政府联合准备规划疏散场所灾害后送周边交通等措施才足以应应。 吴泽成说,赖清德要求筹备中的联合防灾中心在灾害尚未发生的准备阶段时,就应该加强与台北市政府合作,他后续也会进行相关单位间的协调与督导。 新政院政务委员吴泽成今天表示,台北车站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每天有约46万人进出,新政院长赖清德指示交通不应加强反恐措施,并应与台北市政府的防灾应变加以结合,联合报器资料照片分享。